Hello 大家好 我是Ru-chan 今天我要跟大家說的是 太扯了 嚇死人的翻成日文要怎麼說 之前影片有拍過 聽到耳朵都長繭了是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太扯了 嚇死人 跟這個有點像 太扯了 嚇死人的日文叫做 目から鱗が落ちる 目から鱗が落ちる 簡稱 目から鱗 這個鱗寫成漢字的話 是零 零片的零 就是說你的眼睛有零片掉下來了 來形容太誇張了 太扯了 嚇死人了 或者是 啊 原來如此的這種 氛圍 這個目から鱗根也可以在很多綜藝節目旁邊 那個橫條上面看到 也常被日本人用來下節目標題 那在日本人的對話之中可能會是這種感覺 最近的話面對面 好多了 好多了 目から鱗根 這個目から鱗根可以用在四種情況 第一種是 你以前都以為是這樣子的東西 結果呢 它其實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 目から鱗根 第二個是 聽到不同視角或是完全不同的評價的時候 也可以說 目から鱗根 第三個是 想著 啊 原來如此 一點通的時候 也可以說 第四個呢 是 驚訝之餘 但是你表示能夠理解 也可以用目から鱗根來形容當下的心情 那也是一樣造幾個句子給大家聽喔 那也是一樣造幾個句子給大家聽喔 多虧你這麼清楚的告訴我哪裡需要改進 我真的得到一個新的視點 我聽到那個新聞的時候真的覺得太扯了 我聽到那個新聞的時候真的覺得太扯了 這個目から鱗根是一般教科書都不會教到的 但是我自己在看電視的時候很常看到 還有看日劇的時候也很常看到 所以就有去問我在清音別客說的日文老師 他就跟我們講了 這個慣用語 這個目から鱗根也很建議大家在跟日本人講話的時候可以說 那個日本人聽到的時候一定會覺得 你的日文很厲害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你幫我的影片按一個讚 然後留言給我 告訴我說你還想要看我拍什麼樣的教學啊 還是想要看我拍什麼樣的影片 然後呢也可以分享這支影片 跟你在學日文的好朋友喔 那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在這裡 等等 我的日常生活都分享Instagram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看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respectively 그러면 為什麼 編